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的 各位观众罗RM的早上好 中午好玩以上好 我是国际杰说 狗头骑最强光头崩产来对上无名插神 最近这个莎加特的出赏率有点低 主要是因为前一段时间崩产也没有用 所以我一直是没有什么机会让他出来亮个相 今天总算是有了 而且对手也很不错 这种天梯排行前十的 对吧 拿出来基本上就懂了 就是给职业选手拿来做衬托的 知道吧 职业选手的强大 往往是建立在他打那些天梯高分的选手很强 哇 这边是用一个轻攻击打掉一个逆向 那这样一波是完成了一个换边 用VT直接架掉对手的一个跳弱 一波再送进去续满破防 中拳点距离不够 不过第二发还是打上了 跳中角下来以后 这里轻攻击点上直接打晕 工产一口气 一转攻势 本来是在厕所里面快要去世的男人 现在白手过来一套 直接一个CA带走 完成了一次华丽的逆转 本来这个局面看起来崩产已经要死了 但是无名这边是想偷晕点的时候 被崩产直接看破 一个看破以后一个轻攻击点下来 就变成一个反观版边了 本来是想要快速的终结对手 想法是不错 但崩产这边预读到了 这样就到了第二灯 上来崩产这边是没有资源了 看一下无名这边带的是VS1 现在很多叉子都喜欢带VS2 可以躲一下攻击反打一波 对不对 但是你打发波的角色的话 VS1还是会比VS2要来得好的 毕竟是有一个不错的稳定过波 但这个招式用起来有时候有点慢 很容易被对手抓 而且需要一定的预判 这东西见仁见智了 至少是个威胁 跳中掉下来 以后点到一个counter 马上做一个换边 看一下崩产这边又关到一个板边 卡一下这边对手飞出来 哎呀要打一个移动身的雀反 这东西真的能雀反吗 我感觉是来不及 崩产这边凹了一手 那应该是要没了 这边要打满一个伤害 操TC上去以后 直接一个巴塞罗纳接头游戏结束 崩产主要刚才一个缺反送的有点厉害 上来先是一个生龙凹空 再是一个生龙缺反失误 这游戏两个生龙空掉了 那肯定是没有的 好那现在就到了第三灯 老崩产这边需要再谨慎一点 选择后跳 躲掉对手的一个巴塞罗纳 对手只要没有打上 这一波老崩产就是赚的 对手毕竟交资源 对吧 VS想过波 卡好距离 也没什么缺反的东西 无所谓 在这里跳了一手 跳不过去 叉子打沙加特有一个很难受的地方 就是他那个跳跃轨道 就非常的短 知道吧 你跳过去 你要离得近了 对手一定能生你 你离得远了呢 你也跳不到 所以就过波是一个大问题 这边一发EX弹腿进版边了 再来一个头 投完以后这个晕点很高 卡一下晕值 下中角 EX波连续的压制 生龙之类抓一个缺反 最后一点血量 用一个指令头救了一下自己 看一下最后一下怎么办 点两下 在走过去 还想再来一发指令头的时候 绷缠一发清脚了 这个时候躲在厕所里的那一位 一定是想要轻攻击 慢慢点死你的 想要走过去出指令头 难度太大 好那这样是到了第二局 上来一个回神X命中 前前给头 老冯燦这边上来亏一点血量 问题不是很大 老冯燦现在只有两种发波形式 近距离用轻攻击点完发 直接打一个联防 然后远距离的话 抓一个你跳不到的位置 那这样其实无名打得很难受 防住一个下段缺反一波 在力回上面 叉子一直占不到什么便宜 叉子要在地面力回上占便宜 你必须是要打那些手脚短并且发波也不是很强的角色 没错就是小银跟影龙这种角色 可是很难在地面上打得过叉子的 中角落下来 这一下邦燦再被封一个板边位 不可以轻易的发波 这里下段以后马上交出自己的VT 顶出去了 这里下中掉抓了一个叉盒 叉子这边要对空吗 没有办法对空 想了半天 我也没想出叉子能用什么招来对刚才那一下跳 现在VT交出来 有一个驾招的机会 邦燦这边不知道会不会被对手摆上一道 这边 华塞罗纳下来空了 等一下老邦燦 又被两下轻攻击点 点完以后没连 因为没能量 有能量的话倒是可以接 再一个中段被防 邦燦表示这个缺反没法做 中攻击太慢 轻攻击又太短 连续两个发波 对手这边叉子是没有了 无名其实在最难受的地方就是 叉子没了 叉子有的话他还能够跟对手去拼一个相杀 或者是抢一个对手发波的出手点 对吧 叉子没了以后 这个射程上面是被对手玩爆的 就本来是有机会可以打死邦燦的 但是突然叉子没了 有力死不上 有心无力 年纪大了 那就很麻烦 好 那现在就到了一个邦燦的赛点局 上来这边 下段白给 很多时候他打着打的就没什么耐心了 想打了一会打不过怎么办 用划铲去铲别人 铲别人不给对手后退 不给你调整距离 那想法不错 这边是一个重拳大发 直接确认打了一个C 哎呀 这种东西很微妙 你都不知道为什么 崩产会在这个点上突然出了一发重拳 要么就是干脆想好的 我就是想打一个CA了 现在血量这个优势应该是很难翻的回来 所以只要缠过去拼到一下 想要直定头 对不起了 游戏结束了 直定头这个距离 对于这个叉子来讲 还是太短了 很多角色的直定头很长 但唯独叉子不行 好 那今天的这一期视频就到这边了 非常感谢各位观众老爷们的收看 当你看到这个时候 说明你已经看完了整支影片 恭喜你 正式成为了一名 具有国际眼光的国际型观众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要订阅我的频道 如果你不喜欢我的视频 那你只能是喜欢我的对不对 那就更加要订阅我的频道